爹 此去嫁往圣经 万不可再像家中这样 任性妄为了 好在沈彦这孩子 是怎么看着长大的 知根知底的 你嫁过去 爹 总归是放心的 可是爹 花儿舍不得你们 娘亲也舍不得花儿 阿爹 阿娘 哥哥 花儿走了 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身体 牧师奉旨镇守西北 吴兆不得离开 我们不能送你出嫁 你不要怪我们 小妹 你独自上京成婚 有时间一定要写信回来 就是 沈彦那臭小子 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们 三哥一定帮你 把他做得满地照牙 三哥 听队舞到 是谁从也拽下 一个光 将那一沉寂的心 扰乱 明月高旋 微风 与新川 听爱 去吧 红月 日上日末 等轻如 烟波 人知自己 我也想骑马 胡闹 哪有新娘子骑马的 快干上 那下次 我做新郎 你做新娘 你做叫我骑马 好 听话 走吧 嗯 你做新娘子骑马 也许 我 你做新娘子加油 祢拜天地 二拜高堂 呼敬禮拜 一般火山 冒月千万元 人生到 西北穆平王穆薄平通路谋派 佣兵造反 证据确凿 击盼满门抄斩 诸连九族 来人 给我拿下反贼之女 莫偿欢 谁敢 今日是我将军府 与莫王府成亲之日 咯咯咯太 你敢敢在我大喜之日 口出妄言污蔑我怨 哼 是不是污蔑沈大人 去童花台走一遭就知道了 这个时辰 牧师九族都在童花台护斩 去晚了 只怕你连求证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撒谎 我父亲根本就不可能造反 我亲自去童花台 确认一下 慢着 今日我在这儿 没人能动他 来人 西北沐平王沐伯平 通炉谋判 用兵造反 战力决 行行 不要 不要 赶住他 小姐 放开我 快 快走啊 不要 走啊 快走 赶 快走 加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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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天 快走 炖川 都快走 开车 乱臣之女 给我拿下 最后一个肉枉之语 给我站 谁看 皇上一日未飞风 本宫就一日是皇后 本宫看谁敢放肆 还不败见皇后 全见皇后 妖后 皇上不过是看你有七个月的身孕 而饶你一条命 腹中的孩子能救了你 难道能救得了他吗 能不能是本宫的事 与你这个谄妄奸命之人有何相干 本宫奉旨 为穆王府的人收拾 我看谁敢拦我 阿姐 父亲 父亲 哥哥都没了 别哭 阿姐都知道了 快 把父亲放下 我的父亲 西北穆平王 跟随先帝三次南镇北战的大将军 先帝还为皇子时不得胜倦 被发配去了西北蛮荒之子 是我父亲 待他被发平乱 报他姓名 让他得了圣心 奉命来收拾 讲那些无用的干什么 西北穆平王世子 穆长吉 我的大哥 十六岁跟随我父亲南镇北战 十九岁 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少将军 我军功选秀那名 不舍得离家 所有人都跟我说 让我顾劝牧师和终命 娘娘 阿姐 要不我们就 只有我大哥 他跟我说 让我做我想做之事 嫁我想家之人 有什么罪名 他替我承担 阿姐 要不我们就 这 这是阿门 大哥的儿子都长得这么大 娘娘 都烧了 把这些 都烧了 看来皇后娘娘还不少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我王之土 也有丧这些乱臣贼子的闹样 现在不少 难道等日后 本人来举我牧师 牵探我们的尸骨吗 给我烧 给我烧 是 奴婢知道了 都烧 皇后娘娘 你还是要保重身体 不要伤心过度 弄丢了府中的 保命符啊 我怎么会为了一个土豪满门之人 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 阿姐 自问 倒是有几分空气 也好 斩草竹根 好贵 养营一环 你不要离开我 我教你 你不要离开我 我以前 跟皇上说了 你养活的美 还你的美 我不要你 阿姐 看阿姨 要好好的 阿姐 没得到的幸福 你一定 也 有幸福 阿姐 娘娘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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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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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阿姐 我父亲 是莫平王 哥哥是票棋将军 我的姑姑是先帝宠妃 姐姐是当朝皇后 我自幼嚣张跋扈 妖蛮任性 就连公主见了我 也要退让三分 皇帝把我嫁给了 圣经最好的男 我们两心相悦 不许终善 我以为老天 对我是最大的眷骨 是我死生之心 却不曾想 却不曾想 我沐家 满门中立 却无法去诠释 皇帝路上 我沐家人 天是无头之腿 我沐家人 但你是我已甘愿 你心 我去 我去 我和安静 还是你们 我去 我去 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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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感谢那场大雨 否则你现在只剩下一捧婚禁了 为什么就 为什么 你牧师满门中烈遭遇陷害 三百四十一颗人头 砍了整整一个时辰才砍完 你知道吗 牧家人留在桃花台上的洗 到现在还没洗干净 牧长婚 你侥幸活了下来 却来问我 为什么救你 早就听闻 你骄纵跋扈 被你父亲和哥哥宠得不成样子 不曾想 他们竟把你宠成了一个草包 你竟然敢杀死自己 就不敢杀死别人吗 木 长 我 我敢 我会重新 还你一张新的礼物 华儿 无论我们相貌身份如何 此生我沈宴只认定你是我唯一的妻子 绝不相复 我们逃吧 我带你离开这京城 离开大清 就该霸焰天涯海角 从此隐姓埋名 相依为命 你知道吗阿爷 自从牧师灭族以后 我日日梦远 唯曾睡过一个好觉 梦里我的叔伯父兄 姨娘姐妹 字字提醒 太冤了 缓缓 我牧家太冤了 她们不停地追问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牧师百年忠明 会因为蒙命 被朱犬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可我知道 阿爷 我怕是不能再嫁你了 这就是董璐温熙 小温熙黄昏的脸 这不是我 嘘 记住 我 世上 再无目尝昏 世上 再无目尝昏 长路漫漫漫漫 长路漫漫长飘过 夜潇洒 风又起 雨又落 我 我笑 心神依旧 你会怪他吗 去马尘 不是我说 我去生苦的黄疼是图消 我盼狗很懂了 地山满天似来人我有 天子脚下 皇家众地想要在这紫禁城里活下去 你们都记清楚了 这第一要紧的 就是体态 李 千万别觉得你们是满汉八旗的贵家女 就把自己当回事 嗯 昔日的沐王府如何 还不是因为谋逆 说满门抄斩 就满门抄斩 出身再贵重 能跪得过皇室 拖下去 逐出宫去 不要嬷嬷 我准备了三年的大雪 我真的不能落雪呀 嬷嬷 看看我的姿色 嬷嬷 日后我获得恩宠 一定会十倍百倍地报答你 嬷嬷 不要啊 嬷嬷嬷嬷嬷 我劝你们趁早断了这痴人说梦的念想 皇室招你们入宫 是为了开枝散叶 嬷嬷嬷 圣上登位数十载 执政爱民 却子嗣凋零 这么多年来 也只有先皇后一人有过身孕 唉 只可惜 她也因沐王府谋逆 自闻在 童话台 莫莫 乃 嬷嬷 您老是说沐王府沐王府的 这沐王府到底什么事啊 长嘴 在这宫中最忌讳的就是多嘴 你们都记清楚了 少说话 多做事或从口出 我念你是出饭 不给你计较 再下次直接逐出宫去 是 嬷嬷 宋公公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皇上差我来看看 这批秀女都选得怎么样了 公公放心 这批秀女可都是 宋公公 我是包一左领之女 沈下兵 求求您在皇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 日后我风飞测评 一定加倍报答您 大胆 来人拖下去账病出名 嬷嬷嬷嬷嬷不要了 哟 像 实在是太像了 参见公公 你是哪家的姑娘 叫什么名字 回公公 宁国公府 宁国公 贺兰章之女 贺兰云师 贺兰云师 看来此行 也不是毫无收获 咱这就会养心殿 给皇上复命 公公慢走 贺兰郡主 您的福气在后头 送公公 能被皇上的天山太监夸赞 难道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君恩如东流之水 得宠万千荣华 失宠万人践踏 各位小主 都是通过层层筛选 天底下一顶一的女子 只要通过了这最后一次电血 得了圣上的侵害 从今以后 陪王半价 竟是向无尽的荣华 和尊贵 姐姐 你的衣裳真好看 是什么材料啊 贱 对不起小主 下怀 敢弄脏本小姐的鞋 你是什么人 奴婢是静怡轩 撒扫公寓下怀 无意冒犯了小主 还请小主见谅 好你个狗胆包天的奴才 本小姐为了今日电血 拓地定制了一双珍珠玛瑙鞋 你弄脏了我的鞋 影响了电血 十条命都不够你死的 姐姐 这位姐姐 姑姑方才才告诉我们 皇宫种地最重礼籍 你若当真打死了这个宫女 只怕会是烙人画饼 落人口舌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敢管本小姐的闲事 家父宁国宫贺兰璋 听闻宁国宫只有一个独女 原来是她呀 听闻宁国宫女自幼体弱多病 常年卧床 足不能兴奋 很少有人能识得她的毒 你就是宁国宫府 久病不悦的独女 那她弄脏了我的鞋 也不能这么算了 我还等着电选呢 你我二人 尺寸相差不多 姐姐若是不嫌弃 妹妹愿与姐姐交换 你那是什么鞋 能跟本小姐的珍珠玛瑙鞋相比吗 妹妹的鞋子并无任何特别 只是一双用鼠锦做的普通鞋 但好在 裁缝手一抢 姐姐或许会喜欢 鼠锦 那一匙可值千斤 极为难得 宁国宫府府多年来 就得了这么一个女 听说自幼变主爱非常 今日一见着鼠锦鞋 我真 那好吧 既然 你有意味着下降的奴才猪头 本小姐也不是什么计较 答应你了 感谢姐姐宽宏大量 宁国功夫而已 我有须名 我姑父 可是手握实权的大理寺青 大理寺青 大理寺青 西林山 怎么 你也听说过 怪不得 我看姐姐这样富贵非常 这样又大又好的珍珠 串层项链 妹妹倒是不曾见过 那是自然 都别聊了 各位小组准备准备 电选开始了 赫兰云时 苏州通判 当志徐之女 张静怡 年十六 臣女张静怡 给皇上太后请安 声若闻迎未首位 难登大雅之道 臣女 料牌子赐花 今年这批秀女啊 个个不是脸黑如窝 就是身瘦如虎 一群歪乖烈草 真怪不得 黄少叔上不了台面 确实怪不得他们 哀家瞧你今日 华冠丽服 光彩夺目 就是再凉丽的秀女 到了你的跟前 那也是黯然失色 贵妃娘娘貌如天人 莫说这几个秀女 就是满满八旗加在一起 也急不上娘娘三分呢 继续 济州邪领 穆家扶伦之女 齐家清代 年十七 臣女齐家清代 参见皇上太后 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是个知理的 既然太后觉得不错 那就留下吧 留牌子 赐香囊 谢皇上 谢太后 光录寺少卿之女 傅采薇 年十六 大盘 皇上饶命 太后娘娘饶命 臣女无心之事 这就怎么下来这么个蠢货 殿前十一 毫无礼数可言 如何能进宫 伺候皇帝 拖出去 战二十 如出宫去 太后娘娘饶命 是她 参见皇上 参见太后娘娘 你是 宁国公府 赫兰章之女 赫兰云时 年十六 你抬起头来 你说你叫什么 回皇上 行至山穷水尽处 作看风云日月起 臣女 姓赫兰 明云时 今年 刚满十六 她说你弄坏了她的项链 诬陷她 殿前失忆 可有此事 臣女 没有 你撒谎 刚刚分明 宠死 身为绣女 殿前失忆在前 又未脱罪 栽赃旁人在后 如此歹毒的心诚如何配为人妇 来人 把这毒妇给我奉去甘露寺削发 为你一生侍奉清灯 静静她身上的不正之气 皇上饶命啊 臣女是被陷害的 皇上饶命啊 臣女是被陷害的 不要姐救我 不要姐 皇上 秀你年幼 不如 朕念你无辜受敛 宁国公又终君爱国多年 你就留下吧 赫兰云时 留牌子赐香囊 谢皇上 朕养心殿还有折子要看 剩下的就由黄鹅娘带选吧 公公送送皇上 哪儿弄出来的宁国公女 还没进宫就能让皇上如此平淡 宁国公府而已 徒有虚名 我公府可是手握实权的大理四亲 大理四亲 大理四亲 西凌生 怎么 你也听说过 怪不得 我看姐姐这样富贵非常 这样又大又好的珍珠 穿成项链 妹妹倒是不曾见过 那是自然 西凌生 那就先从你开始吧 好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确实惊喜 太像了 多少年了 朕做梦也没有想到温熙皇后的那张脸能再活生生地站在朕的面前 是啊 奴才瞧着 不只是模样 举止言谈 一行一动里都有几分笑温熙皇后的影子 朕要封她为贵人 西贵 西贵人你觉得如何 住处就安排到长春宫 温熙生前与朕说过 长春宫闲静典雅 她最是喜爱 皇上显得自然都是好的 都查清楚了 回娘娘的话 查清楚了 那个宁国宫女是因为有一张与孝温熙皇后极为相似的脸 才得了皇上的几分欢心 孝温熙 听说是还在前邸时的那位附近 据说较进芙兰不当一年便难产了皇 正是 怨不得贵妃娘娘不知道 如今宫中见过孝温熙皇后的人 屈指可数了 这牧长哥才死了多久 又来了个孝温熙 这样下去 本宫什么时候才能做得了皇后 娘娘心 她长得再像 终究是个冒牌 皇上对她的宠爱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 谁又说得上了 再说 就算皇上真的宠爱她 那宁国宫与西邻大人 终究是没法比的 哼 也是 我阿玛可是平定了牧师反贼的头号功臣 她一个徒有虚弦的宁国宫 拿什么更无比 不过话又说回来 她这张脸始终是个冒牌 我们总不能等着皇上咽起了 那你的意思是 与其坐一带路 我们 冲冻出家 董阿温熙 他与皇上成婚那年 是十五岁 是皇上的第一位杰发妻子 他们二人青梅竹马 自幼变两情相悦 皇上还是亲王时 府中便只有他这么一位附近 可惜啊 他们成婚的次年 孝温熙皇后难产 一尸两命 死在了皇上最爱她的时候 慕朝欢 你想报仇 你这张与她颇为相似的脸 会是你最好的武器 小主 有人来访 入宫第一天 这么晚了 谁会找我 请进来吧 是你 奴婢参见西贵人 深夜叨扰 还请贵人见谅 救你不过是顺手的事情 不必特意来信 贵人客气了 奴婢侍奉先皇后时 也曾受过贵人恩惠 如今 先皇后顾去 树到侯孙散 整个宫里还会对奴婢施以援手的 估计只有贵人您一人了 奴婢自然 感激不尽 举手之劳 不必客气 你不是贺莱君主 小主见谅 奴婢其实并未见过郡主真容 所以不曾受过郡主恩惠 你说我不是郡主 那你认为我是谁 奴婢无意隐瞒 贵人殿选那日所做之事 奴婢尽收眼底 奴婢不清楚您究竟是何身份 并想做什么 若您想于西林市一较高下 奴婢愿向全马之劳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或者说 你有什么筹码 来向我投诚 奴婢侍奉先皇后时 对各个宫中的情话 不说了如执掌 却也略知一二 小主您出入皇宫 会需要奴婢的 安怀姑姑 你这又是何名 是我 常婢 二小姐 你竟然敢杀死自己 却不敢杀死别人吗 木 杀 坏 我敢 我会重新还你一张新的脸 小姐 你那么娇贵的一个人 撒了薄皮换脸这么大的碎 若是王爷和夫人全下有之 他们该多心疼啊 曾经那个娇弱无脑的王府小姐已经死了 阿怀 你信我 父亲的冤屈 阿姐的死 整个牧师的公道 我一定会亲手 一个一个的逃回来 小姐 昨天你还活着 谁共险恶 这龙潭虎穴里 奴婢愿为小姐手中的刀和剑 万死不死 阿怀 我是为牧师平反而来 是报了必死的决心 你又何必跟着我 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小姐 奴婢八岁入府 十八岁跟着大小姐进宫 一眨眼又在皇宫过了七个年头 我的命是大小姐跟着 王府对我有三嫂转 奴婢愿以此身为报 小姐 好 小主 该洗漱了 就放那儿吧 一会儿我来伺候 是 你 你 你 怎么了小主 你 你 这 水里有毒 刚说完有人会送机会 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送到面前了 去把刚刚那个姑娘抓回 是 本宫进宫才第二日 还未试寝 就有人坐不住了 是哪位宫里的娘娘啊 奴婢 奴婢来长春宫第一天当职 不知道小主您在说什么 是吗 娘娘 奴婢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娘娘 娘娘 娘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娘娘 是谁 是 大小姐 大小姐去后 六宫无主 中宫之位九空为零 虽然协力后宫的是成前宫的皇贵妃 但在圣前最得宠的 是中翠公的名贵妃 她是西陵山的亲女 又有几分姿色 这宫中多数妃嫔 都为她马首实战 尤其是 楚秀公的硬品 原来是西陵书月的爪呀 你们家小主 背了这么大一份礼 我怎么能辜负她的心意 你 你想干什么 怕什么 不过是一个硬品 还不值得我煞费苦心 名贵妃送的赏赐里 是不是有一个金丝软枕 嗯 是有一个 给皇贵妃娘娘请安 都起来吧 谢皇贵妃娘娘 诸位妹妹进宫也有些时日了 住的可都习惯 谢娘娘关怀 一切安好 本宫没来晚吧 皇贵妃姐姐安 给名贵妃娘娘请安 妹妹侍奉皇上 劳苦功高 持个一时半刻 送不得什么 哼 这次大选不是选了六个秀女吗 怎么今儿个只来了五个 回名贵妃的话 有一位小主说是染了重病 昨日已经向我们娘娘告了假 说是等病好了再来请罪 好大的架子 是什么病 让她连进宫的首次参拜都敢不来 难道这皇后不在了 宫里就没规矩了吗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把本宫和姐姐放在眼里 无妨 既然妹妹想见 那本宫便着人去请 还是先让地上的妹妹们起身吧 哟 忘了你们都还去这里呢 行了 又起来吧 谢谢二位娘娘 哎呀小主 程建公都派人来催了两回了 你把脸弄成这样 咱能怎么去啊 怕什么 把我的面积拿来 皇上也该下早朝了 我们也准备准备 就过去吧 给皇贵妃 明贵妃娘娘请安 愿二位娘娘万福今安 大大 敢在贵妃娘娘面前装神弄鬼 遮遮掩掩掩 玉盈 去给本宫把她的面筋扯掉 长嘴三十 是 慢着 西贵人病中前来请安 又口袋面纱 是不是病得太重了 回娘娘 嫔妾不敢隐瞒 嫔妾这几日 脸上突发恶极 恐惊扰各位娘娘奉体 才已经遮面 恶极 姐姐久病想必从未听说 咱们这位西贵人 据说与当年的向温西皇后 有几分相似 妹妹福伯 吴云得见过向温西皇后的真容 姐姐与纯西皇后出自同族 不如亲自看看 到底有几分相像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来的正好 参见皇上 都起来吧 谢皇上 我当时这会用面扯掉你的面傻 看你这张狐妹子脸日后还怎么够的皇上 都送我吧 这也不应该啊 西贵人的脸这是怎么了 为何会长这么多红枕 回皇上 臣妾自入宫以来 莫免染了风枕 瞧了太医 服了药 旁的都好了 偏着脸上的红枕 有消未退 过来 让朕仔细瞧瞧 先生 太医院这帮废物 连个红枕也医不好 可千万不要留疤才好啊 是很香香 你也觉得很香是吧文叔 世上怎会有如此香香的两个人 连我这个妹妹都开始恍惚起来了 只是 好好的一张脸上 怎么会突然起红枕 参见皇上 查得怎么样了 回皇上的话 查清楚了 西贵人有花粉症 而这软枕里 常有大量的杏花粉 这才导致贵人脸上的红枕千言不欲 大头 好好的一个软枕里为何会有杏花粉 诶 这个枕头 不是我们刚入宫的时候 您贵贵费娘娘送给我们的入宫礼吗 不知这位妹妹是哪个宫里头的 你可仔细看清楚 这个软枕到底是不是本宫赏子的 就算是出自本宫公里 也不是每一件赏子都过了本宫的事 其实那个下座东西 乔治兮内眉生的俊秀 先害他 又想嫁化给本宫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正是 贵妃娘娘天姿黄色 无人有病 又怎能瞧得上旁人什么眼望 此人或许东西一箭双雕 用心制度 皇上若是查出来 定要好好严重 行了 当务之急是要医好西贵人脸上的红枕 皇上 奴赛赛回来时 碰上了静一轩的宫女 她说有法子能够不露痕迹的 去了贵人脸上的红枕 轩 是 轩静一轩宫女觐见 奴婢拜见皇上 下怀 你能医好西贵人的脸 回皇上的话 奴婢家乡有一土方子 取杵桃树枝 云于幻处 涂抹七日 可谢皇上 既然如此 那朕便命你到长春公司后 医好了西贵人的脸 朕有重伤 谢皇上 这不是新皇后 行吗 又这么定了 朕还有折子要批 你们继续吧 恭送皇上 这就是你说的掩耳盗铃的法子 这些害了本宫 臣妾没有啊娘娘 臣妾明明是 你以为本宫还想继续听你胡说八道吗 给我滚 娘娘 硬平娘娘今日您还是先回去吧 好的 都变成新花粉 去把翠玫给我叫我好好问你 是 西林书彦 等我用你扫平他们再来收拾你 小姐 请喝茶 都安排好了 卢比赛宫里还是有几个熟识的 已经安排好了 硬平此人功于心悸 手段阴寒 又善于藏风 留着他等于养了个大患 此人 绝不能娘 娘娘该洗漱了 究竟是哪出了叉子 我明明让翠玫那个死丫头 啊 怎么了娘娘 娘娘 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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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你的脸 第一批秀女该试寝了 小主您受红针所累 这七日不能试寝 虽是不能试寝 可这赏赐 不还是如流水一样 流进了长春宫 听说萧威夕皇后 生前最终爱月季 瞧咱们皇上 用情至深的模样 想来不假 怕是这满京的月季 都在这里了 仔细照顾 是 给西贵人请啊 给西贵人请安 陈公公快起来吧 哦 金鸡营那边 送来了两尾极漂亮的银礼 皇上让奴才看着处理 奴才看着长春宫这风水宝地 养什么都是顶好的 所以便特意给贵人您送来了 金鸡营 陈公公眼光果然不凡 这鱼即是漂亮 有劳公公费心了 多谢贵人赏赐 那奴才就先退下 若是有什么丰富 贵人尽管开口 阿淮去送送陈公公 是 公公请 嗯 阿淮 快来啊 累了吗 嗯 哇 好漂亮的鱼啊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啊 嗯 那你嫁给我之后 我给你养满满一尺子 冬徒子 是要嫁给你 哈哈 小姐 楼碧公文 沈大人前两日 从金鸡营借调来御前了 他放着好好的金鸡营多桶不做 借调到御前做什么 哎小主 你拦着我做什么 把这鱼给我扔了 小主 您就是生气一边打鱼撒鸡呀 对了 把这鱼光挪远点 省得我看了心 这是 皇上到时趁该放牌子了 西贵人 皇上您忘记了 西贵人脸上的红枕要七日后才能好 朕倒是把这事给忘了 燕长在世 回皇上话 燕长在世 大理寺少卿 郭罗罗泰之女 郭罗罗泰大人 先前不久才助西林大人 评了沐王府的逆案 那就他吧 恭喜燕长在 贺喜燕长在 公公大家 不知喜从何来呀 小主有所不知 皇上今晚搬了您的牌子 这批进宫的小主里 您可是第一个事情的 这往后必定恩责不断呢 那就让嬷嬷 给小主说说事情的规矩 奴才 这就告退了 小主 怎么了 我不想事情 沈大人 你可真掉来遇前了 这不大财小用吗 怎么 你觉得保护圣上安危 是件小事 那倒不是 主要是你 大人这边请 哎 你怎么看路的 是他 大人 刚才说到哪了 说到 我需要你帮我去套中翠宫 约明贵妃出来赏院 你疯了 你疯了 长川公那个贱人 都连毁了不能士气 这会又冒出来个贱人 跟本宫交仇 娘娘 您消消气 消气 沐长公活着的时候 本宫都没受过这样的气 要死了 本宫的日子反而难过了 你让我怎么消气 到底是谁呀 半夜三更装神弄鬼的 喊本宫来御花园 快走 你就带我走吧 求求你了 好吗 何川哥哥 我不想士气 带我走吧 好吗 啊 要不是父亲再逼着我选秀 我们都已经成婚了 我在宫里过得一点也不开心 你就带我原走高飞好吗 求求你了 好吗 原走高飞 会论公围 是谁 是谁在那里 是谁在那里 快走 好啊 三更半夜不安于事 清智 去派人家的红砖是这种男女 放开我 是你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皇上 我是被冤枉的 罗罗罗太怎么生出你这样子家族蒙羞的女儿 还说花锦 敢敢在内庭幽费外娘 说 你的肩膚是谁 我没有 贵妃娘娘 真的没有 还敢撒谎 本宫亲眼所见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许贵人到 参见皇上 参见淑皇贵妃 参见明贵妃 起来吧 不说是吧 今日浩婷隆公也就这些侍卫 给本宫全部拉入盛行司 将所有刑罚过一遍 本宫就不信找不到你的肩膚 贵妃娘娘 你能才知道 与燕小主优惠之人是 你知道 是谁 是她 生得到俊秀 怪不得燕长再连事情都顾不上 也要夜会狼君 你既指认她是肩膚 可有证据 回娘娘的话 留在亲眼所见 此人夜深之后 离开侍卫处 独自一人 前往御化园 瞎了你的狗眼 你知道她是谁吗 就敢污蔑她 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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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帝赢的独同沈宴 微臣在 你怎么说 微臣今日刚到侍卫处 并未见过这位小主 也未曾去过御化园 你可知道 潘药朝廷命官是什么罪吗 奴才 奴才 皇上 既然有人指证 那说不定确有其事 不如先将人送去慎行司 名贵妃 沈大人 可是官居一品的都统 他不过是被暂时戒掉到御前伺候 你要送他去慎行司 是不是不太妥当 都统又如何 慧乱功为其罪当珠 难道就因为他是沈大人 就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了 好一个大事化小 本宫的意思是 当务之急 自然是要查清楚 但是 也不能不分青红造白的 随便用行 不用行呢 其实要查 在御花园与烟厂在接触的人是谁 并不难 你有办法 回娘娘的话 前些日子一直在下雨 地上还有水渍尚未干确 既是私会 必然要走一些见不得人的泥泞小路 鞋子上难免会沾上泥垢 究竟是谁去 是谁没有去 一查便知 我刚刚看你就不对劲 你是要查吗 第一个先查你 不是我不是我 之后没关系 皇上 贼人找到了 启禀皇上 确有泥泞 皇上饶面 皇上 奴太师的什么也不知道 奴太师 奴太师 跟烟厂再见了一面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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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口于我的 他说他不想要使钱 一定要跟我见一面的 皇上 皇上 奴太师无辜的皇上 侍卫高鹤川 拖下去灵池三千 常在郭洛罗市即刻障毙 宋迟 传朕旨意 大理寺少卿郭洛罗太 教你不善 鲁墨皇室 隔去大理寺少卿一旨 罚奉半年 遵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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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皇上 皇上 行了 朕先回去了 恭送皇上 你怎么来了 天寒露众 你病还未愈 朕送你回去 谢皇上 是本宫抓的人 却被这个人抢了功了 再好的花也就只能活过这个季节 灵花卸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招来寒雨 晚来风 让明贵妃这么一闹 皇上快有一个月没来后宫了 连带着咱们长春宫都冷清了不少 冷清些也好 非平私通 本就是后宫丑事 明贵妃还如此大张旗鼓惊动六宫 皇上的脸哪里还有地方放 这样商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 也就她做得出来 还做得那样志得意满 不过 也让我们省心了 不费吹灰之力 就隔了郭洛罗泰的直 只是革之法缝 真是便宜了她 急什么 无欲速则无小力 欲速则不达 借小力则大事不成 这郭洛罗泰的命 我一定要亲自去取 见过西贵人 沈 沈大人 这是 回贵人的话 这是东海禁贡的红珊瑚 微臣奉圣上之命送来长春宫 有劳大人了 辛苦大人了 请随我来吧 小主的原因 欲发的精巧了 大人谬赞了 以前对这些 可是一窍不通 大人以前 不也不只是 御前侍卫吧 御前自然有御前的好处 这皇城里 金碧辉煌 刁烂御前 人人羡慕 我已枉之 你不该来 这里有我挂念的人 我必须来 或许他根本就不需要你 目前看来 我至少能帮上忙 不是吗 是你 里面请 你怎么看路的 是他 喂 大人 刚才说到哪了 说到 我需要你帮我去趟中翠宫 约明贵妃出来赏月 你疯了 是你把郭罗罗嫣然的事情 告诉明贵妃的 或许把高赫川调进宫里来的人 也是我呢 几时的事 在得知郭罗罗泰的女儿要大选 又恰巧查到 她有一个两情相悦的竹马 是我还没进宫前 这郭罗罗泰 失去了爱女 又被隔去了职位 不知这今后的日子 还会不会和西陵大人一条心 毕竟是自己女儿惹下的祸事 西陵大人自然是要收拾的 她可是捉拿反贼的首要功臣 圣卷拥有我 想要负一个大理寺少卿的职 不是什么大事 贵人可真是冒昧了 你口中的反贼 是我向了三叔六礼的岳家 据我所知 李未成 算不得数 牧长焕 你还记得自己为什么入宫吗 西陵山 镇值大理寺 她女儿在后宫是圣宠 西北平叛前 她不敢想 西北平叛后 她想往上爬 这朝中内外 手握十全 阻挡她竞生之路 且在后宫又压她女儿一头的重臣 只有一个沐王府 作为一个有狼子野心的权臣 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存在的 小主都收拾好了 既然东西送到了 那微臣就不打扰了 阿怀 去送送大人 是 大人 请 这鱼 你不喜欢吗 西陵山 血液深仇 我一定让你文心刻骨 阿怀 小主 去给我拿纸笔来 是 皇上 皇上是不是要召本公进去 对非娘娘 皇上说了 这会儿公务繁忙 这样可抽不得身 娘娘您先请回吧 说话 皇上 之后 我们像 saja 最后一个半月就没见本公了 怎么可能让本公回去 你让开 本公要亲自去问 娘娘 奴赛说的话句句属实 娘娘您先回去吧 不应该啊 皇上不可能不见本宫的 必然是生了本宫的气 可是无缘无故的 怎么会生本宫的气呢 宋公公 那麻烦您把身套送进去吧 提醒皇上 披折子别累坏了身子 好吧 那就树奴才不远送了 宋公公 奴婢见过贵妃娘娘 宋公公 下怀公公 自我家小主入宫后 得了皇上许多赏赐 今日闲时 涂鸦一服 只当是跟皇上的回礼 出自西贵人亲手 定是丹青妙笔 我一定替贵人呈上 有劳宋公公费心了 什么丹青不丹青的 这个贱人又想了什么 法子勾引皇上 皇上连我都不肯贱 那有时间看他的图样 皇上 来了拿了副画 说是西贵人给您的回礼 回礼 打开让朕瞧瞧 画了些什么 是 西贵人还说呢 皇上赏了他各式各样的悦记 他喜欢的不得了 也不知该给皇上 回什么样的礼 就干脆 把这都画在了纸上 算是一番心意 宋迟 你快看 是不是很像 奴才瞧着 跟孝文汐皇后的手笔 简直如出一辙 不仅容貌与文汐相似 性格和喜好 也别无二致 现在连所善专长 都如此相像 这一定是上天为了弥补朕 所赐予朕的 皇上该翻牌子了 西贵人的红枕也该搭好了 就他吧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可靠呢 可靠 也都安排躲到了 小主只管去吧 好 既然都安排好了 那 就续准备准备吧 这好端端的 皇上为何不肯见本宫的 娘娘 慌慌张张的 亲自投胎去 皇上 是皇上 皇上今夜翻牌子了 当真 亲自 快 快给本宫收拾收拾 准备赢价 不是不是 皇上翻的 不是咱们正最宫的牌子 不是本宫 那还能有谁 皇上翻的是 长春宫西贵人的牌子 皇上可两个月没来后宫 一来就翻了他的牌子 凭什么 一定是那幅画 一定是 这狐梅子东西 抢了本宫的功劳 要够你皇上 本宫要杀了他 要杀了他 是 皇上 这些日子 在宫里住的可爱心 长春宫 你可爱心 嗯 皇上 把蜡烛熄了呀 臣妻 有些 朕答应你 西贵人接纸 奉天成运 皇帝赵约 贵人 赫兰市 静容宛柔 风华游静 舒慎兴成 身位振兴 着际策封 西贫 亲此 谢主龙恩 给娘娘道喜了 事事完请就进风的 你还是宫东的头一位 有劳公公 嗯 娘娘客气了 这本是奴才奋内之事 不必如此破费 宋国公就收下吧 大老远跑一趟 还有上次让国公送话的事 还没来得及感谢您呢 这是说的哪里话 我还怕我这笨嘴灼舌的 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哎 那个 既然是圣旨传到了 奴才先行告退了 娘娘记得去趟城前宫 聆听书皇贵妃的教导 如今宫中无主 暂且有她主事 剩下的就是去养心殿 给皇上谢恩了 多谢宋公公提点 阿怀 送一送宋公公 是 公公请 请 西贫年年到 参见西贫娘娘 都起来吧 谢娘娘 给贵妃娘娘请安 公主娘娘 奉体康健 千岁金安 西贫妹妹 西贫妹妹 往后便是 义公主位的嫔妃了 既要其免于 恭维之事 也要好好侍奉皇上 为皇室 开之散业 臣妾 谨遵教诲 好了 起来吧 说到底还是 西贫妹妹有福气啊 剩了这么张 有福分的脸 虽然中间受损 耽搁了几日 到底没影响 事情不是 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嘛 入宫术院 一点动静都没有 真是不中用 娘娘这话 说的就不对了 又不单单 是我们没背翻牌子 皇上 这一个半月 都未曾踏入后宫 大家 不都是如此吗 这怎么能怨得我们呢 秦贵人最近没事情 这嘴上功夫 倒是精进了不少 妹妹宽宏 何必跟个孩子 一般见识 本空瞧她 心思稚嫩 言语单纯 是个讨人喜欢的 谢皇贵妃娘娘 秀囊犯贷 说起来 下个月便是 何宫宴了 今年宫里 添了不少新人 皇上的意思是 想要大办一场 本宫身子 近来不爽 看来 要劳烦妹妹 操劳了 这往年皇后在时 宫中大小宴会 都是由她一手操办 如今皇后不在了 这头一次宫宴 皇上定是极为看重 姐姐当真 由妹妹去操办 本宫纵然想管 却也力不从心了 妹妹入宫多年 像这样的事儿 耳濡目染得多了 想必也是十拿九稳了 姐姐 这何宫宴是什么宴 这何宫家宴 可是一年一次的大宴 届时六宫嫔妃 皇亲家眷 甚至有功劳的能臣 都要入宫出席 西陵山大人 今年平定了牧师反贼 又有着贵妃娘娘这层关系 想必今年的何宫宴上 必然有她 那是自然 我暗门连升三级 身兼受职 今年更是平反了 一桩谋逆的大案子 她若不出席 那这朝野上下 就没有人能出席了 贵妃娘娘说得极是 西陵氏 本就是八七大贵之家 拧又深得皇上宠爱 就算是先皇后在时 也无人能与娘娘平分秋色 更何况是如今呢 穆长哥算个什么东西 本宫敬她一句称她为心口 本宫若不敬她 一个最诚之女 给我心灵是提鞋的骨配 可是我入宫以来 怎么听说的全是相皇后的贤良与舒德 就连当年牧师谋反 被株连了九族 皇上也未曾牵连于她 这就说明 他人的确是不错的呀 你懂什么 他逃过一劫是因为他当时怀有龙寺 皇上宽容才放他一命 可是 好了 无论是何原因 都是已故之人 又以皇后之礼葬入皇陵 我们身为嫔妃 不宜夺论 赞了吧 这却做了高位 西平娘娘 西平娘娘 请贵人 有什么事吗 西平娘娘好 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 休日想问问你 是怎么试得起呀 我已入宫挺久的了 一直没有事情 所以我就想着 来问问 怎么复查家娇女儿 是没有修饰二字的吗 这事情这种事情 特要濡言蔽息的问别人 见闲思其焉 见不嫌而内自行也 连孔夫子都说了 做人要不止下问 我怎么就不能向别人请教问题了 再说了 你自己不还是追了上来 没准你也想知道 西姐姐 是怎样 让两个月都未曾来过后宫的皇上 招得起呢 放肆 本宫身居高位 多年来圣宠不断 需要跟这么个刚入宫的皇妈丫头 请教如何争宠 你心里怎样想的 又有谁知道呢 你老是说自己圣宠不断 皇上不还是两个月都没有看望你 没准 你早已是宠了 说不定呢 你少走失调门口冒犯 静志 给我张嘴 是 你 你这人怎么回事 被人戳中了新屋子 就脑袖成怒的要打人吗 真是 是 贵妃娘娘 日子无言 新贵人也不过才十五岁 何必跟她计较 况且 她没说错 不是吗 你要做什么东西 不过才事情过一次 就敢在本宫的面前言语挑衅 娘娘 臣妾不过是说了两句实话 娘娘自己 不是也在担心吗 皇上一时不来中翠宫 难道不是嫌弃自己 人老中黄了吗 你 易姐姐 娘娘 娘 你 易姐姐 娘娘 娘娘 使不得 仔细伤了手 是啊娘娘 小心气坏了身子 见识 我会非你为贫 本宫高你两个位 不过才得了一点恩宠 就敢在本宫的面前得意忘形 今天我不教训你 你是真分不清之后宫里看着谁的脸色讨日子过 清智 给我打乱她的嘴 哎 你这人 你怎么能私自对废品弄手呢 哎 你 你以下饭上口出狂言 别以为她爱了打你就没事了 清智 把这两个贱人给我各自爽果一把 不懂礼数 本宫今日就教教你们 何为皇城的礼数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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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就娘娘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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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晓芸 嗯 下进东西 本宫一日为非 就一日为主 看招惹本宫 那就想想你们有几条命 谢谢姐 对不起 要不是我成口舌之快 你也就不用陪我挨打了 不碍事 不过 你这心之口快的心思 确实得改改 我当日在府里 我阿玛也常常这样教育我 对了 秦贵人 喜欢花吗 若是喜欢 得了空 可以来长春工作做 皇上少了我不少乐器 真的吗 反正皇上也不翻我的牌子 有个丁玩也好啊 小姐 明贵飞在宫里 相声跋扈 核心惯了 从前大小姐再试试 都要礼让她三分 那是我阿姐 性子贤良 皇贵妃又不争 她能在贵妃之位 受宠这么多 不过是因为 她的阿玛在前抄得势 上次捉奸的事情 皇上冷落她近两个月 如今 硬平一死 她那个宫里又粗笨 以她的心性 定是看不破其中的缘由 她本就心骄 如今我这在意得宠 势必会乱的方寸 既然如此 那今日小姐为何要故意去记录她呢 因为不够 光是皇帝的冷落和我的受宠 还不足以让她乱的方寸 人呢 是不能受太多委屈的 尤其是她这种 从未受过委屈和挑衅的人 只有情绪过载 心绪才会产生变化 就算她惩治了您给秦国人 但今日你们说的话 还是会让她心烦意乱 想必她此刻在中翠宫 已经气得要发疯了 是啊 她会生气 会嫉妒 会显爱 生气 会让她失去理智 嫉妒 会让她急不可耐 而显爱 阿怀 你记住 狭隘的人做事 一定会漏洞百出 我懂您的意思了 我点完了 剩下的 就是等了 等什么 等和 公 宴 谢灵珊 你在前朝如今 彭当几周 没有意气 那我就帮你 找个唱反调的人来 贱人 贱人 原来是这个贱人 本宫居然被这条恶狗给咬了 本宫真是难以出了这口恶气 娘娘 娘娘 咱不是在长街掌握了她吗 她是几个巴掌 难以笑我这口恶气 我长哥这个皇后 都不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 她要笑个什么东西 本宫要她死 要她全宗死我残身之地 拿着笔来 我要给暗王输信 我就不信这个宁王府 并不王府还难出 我一定要让她跪在我面前求我 偏后 偏后 相对 杀了 上海 廉 这舞跳的美则眉矣 可到底是雍之俗粉 貌不惊人 实在是美中不足啊 听闻皇上在这座选秀上 得了不少绝色 不知可有能歌善舞的小主 可以一展舞姿 让微臣开开眼呢 这位大人可真会说笑 这在座的各位 可都是皇上的后妃 谁会为了给你开眼而舞 可若是为了皇上 或者给宴会助兴 那倒谢谢有人 听闻皇上心得一名贵人 与旧时的温惜皇后颇为相似 彼时的温惜皇后舞姿卓越 音律精通 既然说是相似 若温惜皇后半变长处 空有一副躯壳 又与温惜皇后齐名 岂不是辱墨了 一副躯之人 皇上 臣妾入宫的晚 无缘得见温惜皇后的真容 更无法一睹先后的舞姿 不知西平 可赏脸让姐姐一睹传闻了 贵妃娘娘这话 说得让人好声闻呀 在这样盛大的场合 您想一睹先人之姿 若是西平娘娘不会跳舞 拒绝了您 岂不落一个扫兴之名吗 无妨 西平性子温顺 就算不会 朕也不会怪罪什么 皇上 臣妾愚笨 不敢与温惜皇后谊 但臣妾也浅学过一二 愿以武诸心 若是跳得不好 还请皇上不要怪罪 朕恕你无罪 谢皇上 这个剑人还真的会跳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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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缘起三星河 无望之火 无端青涩 与你两相隔 明镜楼沟 情诗难说 共灯唱夜歌 一幕就一吻 一只碑花山 心怀孤语有千元 愿你轻碎恩 愿你尝封烟 愿你所得见所远 又找了这贱人的道 让他出尽风套 祝一面三 加一红颜 周语盖竹颜 三月花汗 连万欲缠 神愿胜存在 臣妾献丑了 轮回奉住 飘然若先 此物当赏 朕收着的温西皇后的那几本乌本 你回头给西平送过去 这 谢皇上 快起来吧 皇上 朕想赏你 你可有什么想要的 皇上的喜欢 对臣妾来说 已经是最大的恩赏了 好 那臣妾先去换衣服 快去快回 你去盯着点 有事及时向我回吧 赫兰云石 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 东西就放在 娘娘要找什么东西啊 要不要我帮你拿 是郭罗罗大人呢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要不要帮你换衣服呀 早在贵中的时候 就听到郭罗罗大人的盛名 今日一见 果然非同凡响 气宇喧傲 听娘娘的意思是 比起皇上 更忠义微臣啊 不瞒大人说 云儿早已倾慕大人已久 娘娘 皇上大兵已经催我们了 准备好了吗 呃 马上来 大人 这现在 宴会还未结束 外面人多眼杂 不太方便 若是大人有意 今晚叙事三刻 我在静怡萱等你 好 叙事三刻 不见不散 不行 我要赶紧回去 禀报娘娘 皇上今日说 要赏刺神切的话 不知还做不做书 自然做书 说吧 想要什么 宁月淡随凉风去 豪雨孤红 共以兰 不知臣妾 有没有福气 能跟皇上一起 夜吹凉风 平兰赏月 有这个 皇上每日日里万机 这个对臣妾来说 已经很奢侈了 好 那今晚就听风望月 尽兴在 要说平兰远眺 微静怡萱莫属 这单句 多谢皇上 都动了半个时辰了 人还没有来吗 没有见到人 他们到底约的什么时辰 龙公腿都顿酸了 好像是害时 又好像是虚时 奴婢当时离得远 没有听仔细 你是不是听错了 他们约的不是金的 又或者 他们已经进去了 要不你先进去看看 是 等等 算了 本宫亲自去 万一他们真的在里面了 本宫要亲自脑 这个贱人的丑态 你在这儿仔细蹲着 看清有没有人来 好奇怪 怎么会这么热 那 那个小死我了 死瓜当真 千真万确 好好好 本公就知道这个贱人 跟郭罗罗奇眉来眼去的不简单 果然有奸情 娘娘 咱们现在要不要赶紧去禀报给皇上 本公这就去 不对 皇上现在不肯见本公 本公也没有证据 他未必肯相信 那怎么办 难道就任由这对贱妇淫不为非作胆吗 你不是说他们现在在静怡轩优惠吗 本公这就去亲自捉奸 就像上次在御花园一样 捉他个捉奸渐双 要是后皇上一定相信本公 娘娘英明 贵兰云时 你的死期终于到 本公这次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断 永无翻身之地 娘娘 该喝粥了 娘娘您喝慢点 无妨 不妨 本公就是太开心了 滚蛋 宝贝 碰我 我就知道你没有意思 放开 你放开我 你还能去哪啊 来呢 乖一点 我就喜欢你 放开我 热 好热 皇上 好热 贱父 皇上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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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走 好热 是 你 别走 别走 好热 好热 别走 把他给我打进冷宫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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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 好热 别走 这都没有杀他 看来我们这位皇上 以我想象中 还要能忍 小主 小主 打听到了 如何 这些日子 朝堂上明争暗斗 实属争穴 果罗罗太 与西林山闹饭后 他们博弈了那么久 西林山 西林山 终于被下狱了 应该不止 为了扳倒西林山 果罗罗太 果然提起了牧师救案 小主 咱们的案子 要重审了 就是这个 小主 您这是料事如神 还不够 要等我牧师的清白 大白于天下 我牧家三百四十一个冤民 嵌在他们头上 皇上才舍得杀他们 西林山一定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在朝堂上的狐朋狗打 朝夕之间 土崩瓦解 还是毁在 他一手培养的人身上 还是小主 您会心巧思 故意卖了个破绽 给明贵妃 她就真的以为 能一举翻身 吃我们于死地 却想不到 自己每日喝的燕窝里 早被我们动了手脚 一个人 代表的不仅是自己 还有背后的家庭 我们这些名门贵家更是 若想扳倒一个人 就要想方设法 扳倒他背后的家族势力 同理 要想扳倒这个家族 也可以从一个人下手 死了一个女儿 尚且能忍 可若是连儿子 也受牵连 折了进去 还怎么忍得下 毕竟 我们的郭洛罗奇大人 就这么一个独子 就算是条小鱼 也要拼命的 没错 就算他跟了西林山 一生融化富贵 安享孙荣又怎样 到最后 万贯家财 无人继承 只落了个 段子绝孙的下场 重审的事情怎么样了 还没有 但是沈大人 已经上书了 小主 怎么了 不应该啊 这半个月 两个人斗得你死我活 牧师的案子立案重审 应该是水到渠成才对 皇上在犹豫什么 他在等什么 或许是皇上认为 时机不对 又或者是证据 还不足以立案 不对 不对 一定是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疏忽了 皇上 别送 把他给我打进冷宫 是皇上 他那日 亲眼撞到了 郭罗罗奇 和明贵妃的丑事 他可以圣怒之下 一刀斩了郭罗罗奇 却忍住 能有杀西林书月 留了一条命 这是什么意思 他一定有 不能杀西林书月的理由 所以牧师的案件 不能重审 若是查出半点问题 西林山必死无遗 他不想让西林山死 为什么 他不能杀西林山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或许是我们想多了 我们再等等 不行 不能再等了 虽然郭罗罗泰 失了毒子 但他们二人的争斗 在皇帝眼里 终究是扯头发 皇帝的眼中 妃子的命是小事 后宫的丑闻是小事 上一副政权才是大事 没错 一定是这个 他登基不过七年 根基尚未稳固 朝堂内外 外戚八戚 党政混乱不堪 没有郭罗罗泰 和西林山 是皇上的心腹 皇上才刚拿到 西北政权不久 若是此时 西林山死了 或是产生二心 定是得不偿失 那怎么才能让皇上 恋爱重慎末世的冤案呢 除非此时 有一位沐家人 击骨鸣鸣 告玉前撞 小主 你是想 给我拿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ita 你在想什么 你会没命的 我早没命了 只当是我求你 我们还有机会 我等得了 但牧师都不了 你的鱼我不喜欢 你拿走吧 阿怀 你怕死吗 奴婢不怕 快走啊 最后一个漏网之鱼 给我铲 我怎么会为了 一个图窝满满之人 生儿育女 阿杰 阿杰 我最后的梦想 也许幻想 到最后会跟上 家幻常 又何妨无人共享 你曾经是我的铁家 你来干什么 沐王府妖女 沐王府妖女 沐常欢 为我赴西北沐平王 沐伯平 我兄西北票 少骑大将军 沐常警 我子 孝贤叔皇后 沐常歌 状告大理自清 西陵山 伪造罪证 构陷朝廷众臣 全杀我沐家 341条人命 求皇上 重审牧师一案 为我西北沐王府 341名忠臣良将 喜庆冤屈 求皇上 重审牧师一案 为西北沐平王府 喜庆冤屈 请皇上 重审牧师一案 为西北沐平王 喜庆冤屈 请皇上 重审牧师一案 为西北沐平王 喜庆冤屈 请皇上 重审牧师一案 为西北沐平王 喜庆冤屈 传指 嫔妃贺兰氏 顶茂他人身份 进宫 后又封病 擅闯朝会 即刻尺够封号 打入冷宫 牧师谋反 白纸黑字 证据确凿 再有别有用心之人 企图纳建 一律视为同谋逆贼 即刻斩上 臣女牧长欢 但求一死 求死 既然 臣女生 不能为牧师平凡 那臣女 只好与牧师一起 顶着反贼之名赴死 你在赌阵 不会杀你 笑什么 我原本是不信你的 不信你会明辨是非 顾念君臣就请 还我牧师一个清白 你不过就是一个 喜爱争权 夺利 会一点权衡之术的昏君吧 你现在认错 朕还能饶你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自幼便听讯 身为牧家人 当忠君爱国 互帮互民 祖讯如此 我不得不尊 我牧家的忠名 比我的命还重要 你们这些人 无一不惧怕我牧家 你们一边厌恶我牧家权势 一边又仰仗我牧师 镇江平叛 世道乱世 我牧家 是最好的剑 世道安了 怎么我们 就成你们眼中的丁了呢 前提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君王不仁 以百姓为雏狗 我想了许多天才想明白 你是绝不会为我牧师证明的 你既然明白 为何还要闷 可是皇上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为牧师平反证明 天理昭昭 终有还我牧师 清白鱼 我总觉得不会那么简单 牧长花 你究竟想用什么办法 为牧师证明 有我的命 好点了吗 还喝吗 我为什么没死 你每次醒来问的问题都很特别 因为我医术高明 你先听我说完 再决定要不要生气 如你所料 你奉天殿明渊自吻一世 传遍了圣经 人人皆知 你牧家是无辜枉死的忠臣义士 可你忘了 西林山没死 咕噜罗泰没死 那个在冷宫里的名贵妃 也没死 死了的人死了 就只有死了 可历史是由活人写的 你用命换来的忠明 他们不过两三笔 你就白死了 你死后 沈宴去养心殿柜了七日 想要回你的尸首 都被皇帝拒了 他许是想明白了 我方才说的那一层 于是一闯天牢 将西林山与咕噜罗泰 就地正法 如今 正因为杀害朝廷命官 被收押在天牢里 还有下怀 因为擅闯冷宫 谋害弃妃 被刺死了 那你还救我做什么 郡主殿下 非要有所失 才能有所悟吗 都七日了 沈大人 你还是想回去吧 皇上是不会见你的 你见朕是想求什么 求皇上 归还臣妾的尸骨 穆王府的穆尘 他不是早就死在铜花台了 就算你把他的尸首要回去 穆平王全家三百四十一人 无处可葬 你又能把他葬在哪儿 穆王府的穆尘桓死了 但我沈宴的妻子 穆尘桓 他还活着 就算他也死了 我也要把他带回将军坊 葬在我的墓中 你这是犯上之罪 朕告诉你 这个世上没有穆长婚 只有西贫赫兰云石 他死也只能死在朕的后宫 沈宴不要以为你背靠将军府 朕就不敢动你 同样的话 别让朕再听到第二次 老싹 我 你 你 我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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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听说你醒了 过来看看 想不到刚入宫的那个小宫女 有些东西 看来皇上 还真是舍不得这张 朕确实爱极了你 朕确实爱极了你这张脸 比你想象中还要爱 但那日你自问奉天殿 虽然对朕出言不虚 但你这刚强的性子 朕觉得甚好 也不枉沈大人 对你魂牵梦绕 念念 你把他怎么了 他杀了朕两名公骨之侄 朕没立马砍了他 已经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了 手握西北兵权的牧王府 已经猝死狗胖了 如果连南下的将军府 也被灭门 谁还敢为你笑意 皇上 你很聪明 可朕不喜欢 朕还是喜欢以前你那副 温顺乖巧的模样 那是董恶温西不是我 你就是你 你就是个疯子 朕给你两个选 一 温西与沈焰火 二 木长欢与沈焰死 选吧 如果我都不选呢 没关系 朕会帮你选的 接着睡吧 别做噩梦了 娘娘 皇上有请 知道了 你去回话吧 我们换了药 马上过去 遮 西平娘娘到 不会死的 我就知道 你不会死的 爱妃终于来了 让朕嚎咚 只要我过来 就是让我看这个 给朕打 你是不是在做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妨问问沈大人 汴济镇的后宫 他想干什么 继续打 都给我住手 不愧是沈将军的儿子 好骨气 你到底要干什么 朕不是说了吗 帮你做选择 朕杀不了他 让他受一受皮肉之苦 不过分吧 你就是个疯 西儿 你说我要是跟沈大人说 他如果能完整地走完这趟火炭 朕就放你回去 他会不会走呢 当真 阿燕 皇上 你说的话 做数吗 朕一言九鼎 阿燕 他就是个疯子 你别跟着他疯了 你爱有命和吗 你脖子还疼吗 阿燕阿燕你回去吧 我爸他不敢想你的 你别跟他疯好吗 傻瓜 这是我一能找到你的路 我怎么能走呢 阿燕 算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走吧 我真想让你好好的 他不会放我走的 你知道的 你别跟他疯了 皇上 你为君 我为臣 臣谢年 我失君之路 忠君之事 但君之勇 不愧之 过去的种种 已成往事 这次 为臣 还愿意再醒一次 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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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住他 阿燕 不要 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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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不要 西北交易日子 三岁寂寞 天下 不要走了 五岁 魔道前 八岁 回青马 别走了 十岁 被封郡主 不要 十二死了 于我的 你怎么 死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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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爱卿是走不完这趟 这才有意思 不要 不要 我不要死了 十六岁七七 十六岁教我 十六岁被灭了 十六岁主公 十六岁自我 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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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 回家 要 岑 朕就是要让你看着他死 郡主殿下 非要有所失 才能有所谓吗 我是为什么不能杀活你来这 去吧去吧 参见皇上 西平怎么样 醒了吗 回皇上话 太医说上位 娘娘因为前阵子急火攻心 一时气不顺 所以昏了过去 急火攻心 居然在乎到了这问题 是 朕有的是时间让你忘了呢 皇上 太医说 还有一件喜事 喜事 西平娘娘怀有身孕了 此时钢针 千针万确 有身孕了 奴才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这么多年 后宫又传细信了 好好好 宋池 传朕旨意 免长春宫封禁 涉西平犯上子 尽西平为西非 赏黄金千两 珍珠玉石各百香 玉如意 叶明珠各一对 对了 朕记的内务府 是不是还要几匹熟姐 赏给西非 做几件喜欢的衣服 是 朕记得去年云南 竞贡了一批千年人参 也拿给他 补补身子 行 行了 等他醒了告诉朕 朕亲自来看 嗯 瞒过去了吗 天衣无缝 娘娘 皇上有请 知道了 你去回话吧 我们换了药 马上过去 这 和我有关的事情 除了阿燕 我想不到别人 你打算如何 皇帝虽然不敢杀他 但一直关着 也不是长久之计 前朝沈将军能做的都做了 还不放人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等你松口 我需要一个能瞒天过海 顺理成章的理由 奉天殿之后 你的身份也燃功之于众 仅凭你穆平王王女的身份 再如何向皇帝偷诚 他必然不会真信 他想要我屈服于他 苟活在他脚下 却又不愿意相信 我是真的屈服 只会觉得我取义逢迎 另有所图 我在一本古书上 看过一套针法 能改人的七经八脉 再高的艺术 都很难诊断出来 你的意思是 假议 好久没啥哭了 还有些不习惯 全是演的 也不尽是 有那么一刻 我是真的挤了杀戏 阿燕怎么样了 都是一些疲惯伤 我又银针 封了他几出大血 只要不再一直出血 就没有大碍了 那就好 无论如何 我们这第一步 算是走过去了 下面就要看 你如何表演了 只要皇帝肯信 你能为了孩子 舍计过去 把沈焱放出来 也只是时间问题 你觉得我们 有几成胜算 七成 我觉得有九成 这么笃定 你忘了 咱们的这位皇帝 可是登位多年 子嗣全无 那你何以见得 他会为了你的这个孩子 被喜悦冲昏了头呢 我一个人 尚且不行 可若是多几个呢 古往近来几千年 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自己不争仇 还要帮别人 获宠的妃子了 我怎么会为了一个 图我满门之人 生而育女 我连侍寝都不愿 又怎么会称宠呢 说起来 我给你制的幻神香 效果如何 立竿见影 他至今都不知道 自己宠幸的 只是一个普通人 也没有丝毫起疑 那旁人呢 你打算 如何帮他们获宠 这也简单 只是 需要你再帮我 研制一味香 刀在身半分 就算是我 也是无力回天了 我倒是忘了问你 你已经把我从阎王那里 拉回来两次 这一首起死回生的医术 是从哪里的 没什么 我自幼的海里不足 自幼身若下不了床 平时呢 看一些医书古方 久变成医罢了 这些年我为了活着 担金竭律 不知吃了多少 针草名方 莫长欢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要死两次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但自幼 我的父亲就告诉我 做你想做的事 成你想成的人 这世间万物 一切都弥足珍贵 唯有生命 不值一提 莫长欢 你的冤 我帮你深 但我要你答应我 在我死后 善待我的双亲 保宁国功夫五十年太平 我要你替我 给他们养老送终 你为何会死 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 方才不是说了吗 我自幼胎理不足 这种病 要事无疑 我能活到现在 已是奇迹 我很知足 可是你都能把我 从阎王殿里 拉回来两次 这一手神乎奇迹的医术 也救不了你自己吗 有没有听说过 医者不自医 何况 我们本质就不同 无论是火还是刀 都只是外伤 而我是胎里自带 天生的 这种病 要事无疑 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我唯一的挂念 是我的父母 朝中全斗 动荡不安 他们只我一个女儿 这些年为了给我医病 又几乎散尽家财 莫长欢 你有你的冤案要翻 有祖训要尊 还有人要守 你的事情 我替你做 我只要你替我尽孝 事情我会自己做 你也不会死 好 我信你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贵人复查室 风思雅曰 励志清零 怀思有功 尽为贫位 常在其家室 殊慎性成 敬容宛柔 怀思有功 尽为贵人 牵辞 西姐姐 西姐姐 慢点 都怀了身子了 还这么粗之大业 跌了撞了 可如何是好 才不会呢 见过西妃娘娘 情嫔娘娘 快起来吧 听了 听了娘娘 酷爱乐剂 贫妾来时 恰好瞧见 御花园的日和乐剂开了 捡了几只 借花见佛 还望姐姐 不要嫌弃 妹妹 真是有心了 好香啊 喜姐姐生得沉越落叶 美花配美人 甚好 黄桑贵妃 黄桑贵妃娘娘娘 嫁到 给黄贵妃请安 都起来吧 都起来吧 谢黄贵妃 人都到齐了吗 齐了 就到亭子里开宴吧 是 东去春来 万象新史 今日 为助秦贫 与其贵人 晋升 也和三位妹妹 都身怀龙四肢喜 特赦此宴 愿妹妹们 都能顺利 诞下 皇子皇女 为皇上 玉子 孕森 谢贵妃娘娘 臣妾谨尊教会 坐吧 是 西妹妹 有四个月了 倒是一点 都不显怀 回娘娘的话 太医说 是体质不好 兴许过些十日 就行了 其他二位妹妹呢 可都安好 臣妾安好 臣妾安好 开春了 本宫特意命御膳房 准备了这道 百合枣龟汤 百合安神 枣龟汤肉 滋阴 却易兴肾 是春日里 常用的一道药膳 各位妹妹 都尝尝吧 是 你 想喝点 少喝点 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密封 不知道啊娘娘 许是御花园里飞来的 快扶着主子们安全撤离再说 新姐姐小心 娘娘娘 新姐姐小心 娘娘娘娘 好端端的哪来那么多密封 臣妾已经命人去啥了 说是因为开春 御花园多了不少蜂巢 内务府今日刚说要处理 还没来得及 便生了这么一桩事 秦妃娘娘也是一片好心 情急之下去救了西妃娘娘 却 却不顺双双跌倒在地 丢了孩子 赵 就是个义士 一个意外让朕丢了两个孩子 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啊皇上 习贵人能够安然无恙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参见皇上 西妃怎么样了 回皇上 二位娘娘暂时没有生命 身子好好调养 假以时日 依旧生养 人没事就好 还能生养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宋池 传阵旨意 你到内务府 去挑一些 补气血养身子的好药 给他们二人送去 好好安慰他们二人 就说是朕的意思 叫他们别太伤怀 有什么需求进管替 朕一定满足 这 清平的孩子没了 我见是个机会 趁机让你也消产了 原因呢 暂时还不清楚 但当作是意外处理 勾心斗角 我则是想断 这怀孕的消息 才放出去多久 就有人忍不住出手了 这么多年 皇帝没有一个孩子 能平安生下来 看来这背后 一定有一个 深藏不露的人 想到用蜜蜂引人耳目 还能趁乱一件双雕 可见这个人 手段极寒 城府极深 绝非等闲之辈 宫中 左右不过就这些人 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在这深宫之中 与所有非平为敌的人 是注定赢不了的 哪怕他是皇后 会是谁呢 这个人 我瞧你昨日宴上的样子 那碗百合早归汤 有问题 我闻着味道不对 但当时不便细宴 所以我也不清楚 具体是哪里不对 懂恶温书 宴上的膳食 都是经过太医的手 再说了 他在自己的宴上 明目张胆地做手脚 岂不是掩耳盗铃 不无道理 齐家清代 一个小小的贵人 再怎么打点 手能伸到御膳房 而且 他已经怀了身孕 是没必要冒这个险 不好了 不好了 娘娘 郡主 出事了 怎么了 年习宫传来消息 说警匹娘娘小产 笑不开 吊死了 什么 是架死的 这是怎么回事 灰心为娘娘 天没黑那会儿 娘娘还没醒 努必到小厨房去熬药 店里刚离了人 娘娘就没了 皇上那边怎么说 皇上说 费品自强是大罪 也在娘娘同事爱自己 情有可言 不予追究 对外职说 是意外摔坏了身子 一失两命 一肥之下早 好一个一失两命 给西妃娘娘请安 起来吧 您昨日落了一束花 在城前宫 贵妃娘娘特命 奴婢送来 既然东西送到了 那奴婢就先告退了 这个时候 送什么花 这花有古怪 这花有古怪 是玉蜂浆 由蜂王浆 和蜂蜜调配而成 我在古书上看到过 这种浆 只需一滴 便能让十里之内的蜜蜂 趋之若鹜 不同于蜂蜜 它的味道极淡 撒在月季 这种香浓花上 很难察觉 怪不得 那日的蜜蜂 就像任主似的 接奔我而来 原来是这东西在作祟 你打算怎么做 一笔之道 还师笔身 什么味道 盖梅 盖梅 把香换了 谁 西飞 这三更半夜的 你来我这儿做什么 给它喂下去 是 你给我喂了什么 你要干什么 怕什么 不过是御风浆而已 什么御风浆 我没听过 不记得了 哦 这跟你那个 确实不同 这是用毒王风所制 剧毒无比 你撑了 三更半夜的毒害嫔妃 我身怀黄四 你觉得皇上会 饶了你吗 他一定会杀了你 他一定会杀了你 你是不是忘了 我试神 我会怕死 沐长欢 你真是个 不要命的疯子 没错 如你所说 我不惜命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我齐家是满门的荣耀都堵在我身上 我的儿子还要做太子 我不能死 复杀孤情 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 是不是 说 是 你与他近日有仇 那是往日有怨 沐郡君主 啊 沐郡君主 难道你们沐家 就只会教什么 忠君之事 为君分忧吗 哈哈哈 西姐姐 小心 是你 娘娘您终于醒了 她把我们担心坏了 少装模作样了 我都看见了 是你想要害死西姐姐 西姐姐小心 娘娘娘 娘娘 你果然看见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要去告诉西姐姐 你救我 你救我 我告诉你 你永远见不到你心爱的西姐姐 你永远见不到你心爱的西姐姐 放眼整个后宫 只有我们三个人怀有身孕 乱争宠 我争不过你 乱家事 我也比不过他 可皇上只有一个 皇位也只有一个 我不争 我不抢 难道你们两个会勾手相让吗 我承认 在争宠这件事情上 我的确受过你不少好处 但我心里不清楚 你没这么好心 虽然不知道各种缘由 但不论是我 还是复查孤情 都有你不得不帮的理由 机会是你给的 我只是抓住了机会 我有什么错 又杀了 你不敢 我身怀黄色 我是未来天子的圣母 等他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看来你还不算太蠢啊 等日后我的儿子登了皇位 说不定我哪天心情好 让他为你牧师一族平凡 日后 我就是万千尊贵的太后了 他中过毒 哪来的毒 什么意思 你们刚不是给我喂过毒枫浆吗 蠢货 这只是一瓶普通的枫浆 无毒的 那我谁要是什么毒 是谁要害我 谁要害我的孩子 别动 到底是什么毒 能不能解 不会影响到我的孩子吧 应该是服用过微量的马前子 按理说 会潜伏一段时间 但刚刚的渔风江里 我加了南青草一天 两味药香臭 药效提前发作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每日进食的汤药力和膳食 都是百般小心 绝对不可能服用过马前子 百合草贵汤 留着它 还有用 明白 西妃娘娘 你家黄贵妃娘娘呢 娘娘在佛堂 恭候您多时了 你在此等我 嗯 你来了 给黄贵妃请安 你也来拜拜吧 毕竟 她也帮了你不少 不是 的话 对 非常美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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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坐吧 谢谢娘娘 长得真的是太像 我这个做妹妹的都快分不清了 天底下竟有如此相像之人 娘娘过于了 你与你长姐牧长哥大相径庭 她是个世事皆能面面俱到 让人挑不出一丝差错的人 牧场欢 你太鲁莽了 若不是因为这张脸 你早死了千次万次 皇宫这个地方 你不该来 娘娘是不是想说 我枉费了阿姐的一番心意 我早就劝过她 留得青山在 她那个时候身怀六甲 无论是皇子还是公主 都是皇上的独子 皇上无论如何都会留她一命 可她偏要救你 白费了我一番仁慈 留了她的孩子 皇上这些年无所出 看来并非天意 天意极为人意 人意又为天意 何为天 何为人 为什么 您既已入了宫 又位列皇贵妃 不爱皇帝 我尚能理解 为何 会如此恨她 我为什么不恨 我与我长姐在府中 因为嫡触斗了那么多 为什么 她要嫁给一个不受宠的 嫁便嫁了 为什么还要给她生儿育女 最后生了一个死胎 凭什么 这就是你恨她的理由 因为懂恶和温惜皇后 没错 她那个薄情寡义的人 在我长姐死后的第二年 居然还有脸 敢来我董恶家 求娶第二个女儿 真是想夺权想疯了 那你 又为何要嫁她 为了让她 就算登得高位 也无后人可计 我这双手 沾了太多的鲜血 可我不后悔 因为这是她欠我长姐的 你也恨她 不是吗 不用骗我 你恨她 你的长姐也恨她 但你们没有办法违逆皇权 因为你们姓沐 生来就是要忠君爱国 赤胆忠心 或许 你想知道 沐家被灭门的真相吗 不对 你那么聪明 应该早就知道了 你真的不恨吗 沐长欢 牧师满门 忠心耿耿数百年 最后就因为皇帝 怕功高盖主 做了一个莫须有的局 以谋逆之名 亲手斩杀了他最忠心的陈将 你赢了 你赢了 事实罢了 你明知道 我会顺着蛛丝马迹找到你 却还是毅然决然的 把那几只花送给了我 因为你根本就不害怕 不怕败露 不怕我拆穿你 甚至不怕皇帝知道 你太懂得如何左右一个人的心了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我们不该是敌人 可惜啊 你百名一书 庄庄见见你算得一清二楚 唯独没算到 我今日为何而来 不是因为百鹅草归汤 我压根就没回 那你是为了 一张方子 一张能救他命的方子 什么房子 这么多年 这么多后妃 神不知鬼不觉的流产 能躲过太医院这么多双眼睛的 你定然精通药理 我听说 温西皇后当年生下的死胎 并非一开始就死 她还活了三日 对吗 对是对 可你怎么知道 她胎里受精 不足之症如此严重 是如何强行续了三日命 就算不是你 你也应该知道 我现在 就要那方子 给你倒是可以 可你 拿什么跟我交换 拿你懂恶事 全族人的性命和将来 够吗 我拿给你 多谢黄贵妃娘娘 娘娘 奇贵人的孩子 希望您能亲自教导 您会是最后的赢家 沐长欢 你究竟为何而来 为我牧师 情缓而来 孩子 我的孩子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我的孩子还给我 我的孩子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还给我 我的孩子 还给我 就在里面 汐儿 去吧 别让任何人进来 喳 外面天寒 当心数量 晚来天欲雪 我便命宫人 奔了胡酒来 皇上 可否赏光 难得你有雅兴 朕就陪你 小酌一杯 很多事 你不在高位 很难懂朕 其实 皇上 酒凉了 此清此景 都让朕想起了孟娇的一首诗 一门雪 纵入长远 酒生欢闲 入雪消 雪生机械 悲枯朽 悲从何来 悲 从心来 也会下吧 会下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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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花儿 看之前 我像蝴蝶 山洋 一场离别 我最看 阿燕 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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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燕 别哭 阿燕 我好像闯祸了 阿爹 阿姐他们 在下面会怪我吧 算了 我不后悔 是让他欺负你吗 阿燕 我好痛 下辈子 我在家里 我尊心了 你尊心 心 你的烟火 冲满了世界 你的身后 永不时长天 此生如我 远西水流年 我 尊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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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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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少关键 心满明前 不愿留恋 好可不可思议了这个感觉